铁板 铁板是把金屬溶解再製成各種板型 例如板狀或者棒狀 或者魚型的 的一種路亞寧耳 主要用在於海釣 陸地上港口、沙灘、礁石等等 還有到海上的船釣做使用 若食性為主的魚種都可以是铁板的對象魚 例如台灣海域常見的鴻竿 馬家鬼頭刀等等 只要是肉食性的魚種都可以幾乎用鐵板釣到 鐵板會因為素材、形狀、重心位置的不同 而有不一樣的功能 素材主要為鉛 也有牙鉛、烏鋼鐵 形狀也有長短寬 重心也有前中厚 顏色更是五花八門 以上特性在不同的排列組合式面上 才會有這麼眼花繚亂的商品 鐵板會從很多層面來思考 優先順序會是從 對象魚種、耳魚、水深、顏色為基本 來思考會比較簡單 首先決定對象魚種 和釣場海域的耳魚種類來決定 鐵板的形狀 場地的深淺和流水決定鐵板的重量 做釣的時程和海水的透明度 決定顏色的選擇 鐵板重心主要分為三大種 前方重心 中央重心 與後方重心 泳汁和拋頭距離都有所不同 接下來會為大家說明三種重心的特性 重心位於中間的鐵板特徵是 順收和落下都有不錯的動作 落下時會像冰煙煙的小魚 不管在表層到底層的不同水深 都有很好的應用 再到釣場 不知道會有什麼魚出現時 先用中央重心的鐵板測濕 是不錯的選擇 但它缺點就是沒辦法拋太遠 拋頭濕 容易受到空氣阻力的旋轉 造成拋頭距離的縮短 總而言之就是可以拋很遠 飛行姿勢非常安定 用後方重心的鐵板 就可以輕易到達你要的距離 方便你可以搜索魚群的位置 落水的速度非常快 可以快速到達海底 但同時也是缺點 因為它落下速度太快 就會讓魚看起來會覺得 這東西不太自然 在魚的活性不好的時候 就會不太咬耳的慾望 前方重心的鐵板 就像一條小魚的形狀 頭比較粗 尾巴比較細 特徵就是 在操作時很像小魚逃竄的樣子 左右滑動的姿勢 是三種重心鐵板裡面最好的 很適合在近距離水潛的地方使用 當看到水面在榨水的話 是最適合丟這種前方重心的鐵板 但缺點呢 是它飛行姿勢不穩定 水中落下速度也比較慢 所以不適合在深場或是水流塊的地方做使用 那現在我要介紹鐵板的形狀 那鐵板的形狀的不同 動作上也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我會先介紹最基本的四種形狀 不胖不細 不長不短 非常中規中矩 但也非常好使用的多功能版型 在那種你只想要去海邊丟一丟 不想想太多的話 你可以先用這種版型去試試看也是不錯的 也是一般比較常見的版型 新手就可以容易操作 在鱷魚偏小的地方很適用 比較不容易受到空氣阻力的影響 所以也可以拋很遠 跟其他版型比起來呢 它切水性非常好 滑走距離非常長 那落下速度也很寬 很好操作出不錯的動作 大型輕物會蠻喜歡的一種版型 非對稱版呢 它就是一邊是有弧度的 然後一邊是平的 那它順手的時候就會有不錯的動作 最大的魅力呢 它是在飄落時會有比較不規則的飄落法 寬版呢 就是很寬 它其實就是大家說的慢體 那水中落下的動作 就像是飄落的樹葉一樣 那最適合的操作 就是自由落下 那因為版型比較寬 所以它水族比較強 那飄落的速度呢 相對其他版型也會慢很多 比較適合對付那種底氣 那也有許多那種 提型比較大的輕物 也會喜歡這種吃慢體 鐵板的版型和重心的不同 會有非常多的選擇 像以指電之牙三來看的話 它是菱形的 然後又加上它是後方重心 然後又是前後不對稱 像這邊是平的 這邊又是凸的 那這種呢 版型 如果你使用了順手的話 它是非常多功能的 那在不同的情況下呢 挑選使用正確的鐵板形狀 是非常重要的 或許就可以再讓你按拋鐵板上更等心應手 那下次還會有一些 很基本的一些介紹 像例如 按拋鐵板基本的 身上的裝備啊 或使用的工具 那也會有鐵板操作的方法 還有顏色的選擇做解說 好 那今天先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了有了 中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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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